往前走了一段路之后 彻底见不着雾气了 视线里缓缓展开一幅宁静致远 悠然南山的如画风景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们现在好像走进了室外桃源 阿牧 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帝都城有这么一个地方 帝都城里的那些阿藏玩意儿 自然是找不到这儿的 只有心灵纯净的人 才能走到这里 从这里出去之后 别想再找回来 你们找不到的 这一路走来 这个小村庄 在如湿如画的环境里 住在这儿的人 身上自有一种 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甜静淡然 没过多久 穿过半个村庄之后 阿牧领着他们进了另一间房间 这是我给那老姐姐留的小阁楼 借给你们住两天 你这小子 是不是不要命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药 都敢往身上敷 只是在山中随便找了些草药负担 若是阿牧方便的话 能不能给我一些草药 给你便给你吧 现成磨好的药粉 比你那些药草的效用 可要高多了 你那伤也没什么可疹 多谢阿牧 在下有个不清之境 我妻子身还 你当我是随便给人置疑难杂症的吗 老生是会一些医术 不过是早些年 跟着小姐的时候学的 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隐居高人 别说我不会看 就算我会看 也不想置 置于你 我那老姐姐有洁癖 我是不想你身上的伤口弄脏了床 才会借药给 还有 我们村里的人虽然不怕生 但是没事的话 最好别和他们接触 说完 他离开之后才反应过来 言下之意 是嫌他们两个是外来的 别把这儿心性纯良的人给带坏了 胸膛里面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翻江倒海 像是破口而出 然后捂着嘴 仓促地跑到洗手间里 不知过了许久 你是怎么了 关你什么事 自然是关我的事 是不是怀孕了 我都说了不关你的事 你老问什么 告诉我 究竟是不是 对 我就是怀孕了 怎么着吧 我早就跟你说了 你不要打我的主意 我很爱我老公 我肚子里怀的也是他的孩子 我不知道你究竟问来干什么 但是你也听见了 说吧 你想干什么 那你有没有觉得那里不舒服 有没有伤到那里 肚子 肚子里的孩子有没有答案 这几天你说苦了 我也没有好好地给你补补 刚刚 刚刚你呕吐 是不是因为阴阳不良 没事 我挺好的 怎么能没事呢 你吐得那么厉害 每次吐都是什么时候 孩子闹你了 还是突然就想吐 有没有办法可以抑制的 你冷不冷啊 对了 你还没吃东西 洗个澡换身衣服 然后下来吃饭